每個人小時候都曾幻想過自己二十多歲是怎樣 覺得自己總是聰明絕定 前途無可限量 就算不能維護世界和平 至少都對社會有所貢獻 但是漸漸地發現自己只是一個不愛如是的打工仔 每天混混惡惡地上班下班 然後發現生活不似預期 曾經以為自己青春無敵 可以唱K、唱通宵、直落喝早茶 現在11點已經睡到不省人事 易累、易病、易眼睡 向下網見的肚腩越來越大 我已經由抗拒腦變成接受自己的壞腦了 不期望可以回到二十歲的身體 只是希望可以維持現狀已經很好 繼續積極做Gym 跑步、行山 今天看Facebook動態回顧 發現五年前的今天搭通宵機去日本玩 以前去旅行 沒有錢窮遊選廉航或者通宵機 住青年宿舍餐餐吃麵包 行程艱苦大都非常開心 現在去旅行只是想舒舒服服 儲存了的李嫂 為了換闊一點的機位 可以伸長一點雙腳 旅行的時候真的很想關掉電話去 但無奈又要回覆老闆 和同事的WhatsApp 在Facebook瘋狂分享刺身海膽和帶子 為的是明年看動態回顧的時候 可以回味一下當日的行程 旅行越來越奢侈 但少了窮遊的快樂 大學畢業時覺得自己很快成為百萬富翁 怎麼想到現在還是餐穩餐吃餐清 每個月一出糧就交卡數 交完卡數又沒錢又要錄卡 人越大責任越大 父母退休 自己結婚生子 公留 升職進修 每個月都要錢 上班下班 迫車 塞車 回到家裡什麼都不想想 只是想躺在沙發放空 但發現女兒明天的測驗還未溫好 然後爬起來和她讀書 溫完書已經9時睡覺 想有自己的時間 今晚是奢侈的夢想 小時候就算上學辛苦 現在發現上班更辛苦 每天好像喪屍一樣出門口 然後想著下定決心 今晚一定要早點睡 但到夜晚又不捨得睡 在床上滾來滾去 然後發現 蛤?1點鐘了? 時間過得這麼快 有時被老闆罵到體無緣夫 真的很想立刻拿詞遞信 去讀書也好 Working holiday也好 但一想到沒有收入 沒有家用給 就知道明天鬧鐘響 還是起床上班 唯有放假做下自己喜歡的事 學一些覺得有興趣的新技能 來平衡一下生活 以前以為更年期離我很遠 現在一眨眼就來了 以前覺得父母很囉嗦 現在想聽多一句都沒有機會 以前熬通宵都濕濕水 現在一到十點已經眼睡 以前以為自己慢冷 現在發現漫漫不能 時間好像光束地前進 有些人同事卻不斷後退 年輕的時候不想回家吃飯 因為永遠不明白為何已經吃得很飽 還要逼我喝碗湯 年輕的時候拼命賺錢想搬走 但今天我發現父母多了很多皺紋和白頭髮 眼睛突然很熱 感觸到不知道還有多少餐可以和父母一起吃 然後我無論多飽都想喝多一碗湯 對著那套看了一千次的家有喜事 以及新年才在笑 然後發現那兩套片已經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小時候覺得媽媽聽的粵曲真的很老套 現在發現媽媽聽的粵曲和我們聽的廣東歌 都一起出現在流行經典五十年 有幾次拍片 我們拍片